下1500毫米暴雨 二台铺台威胁部署莫拉克 20号这一天是台湾地区受到 整个台风跟西南区的影响是最明显的时间 在19号明天一直到21号这段时间 台湾地区整个降雨的雨量预估 大概是中南部地区有机会达到 1200毫米到1500毫米以上的等级 所以提醒民众要特别注意这种情况 上周的暴雨害北台湾泡在水里 民众家园都还没清理完 又要开始准备防台 昨天气象局宣布 第五号台风泰力成型 比起民众防范豪雨 鼓超台风北上后 引进泰力和西南气流 泰力从台湾海峡直扑而来 且西南气流夹带地超大豪雨 预估在中南部山区 将带来超过1500毫米的雨量 威胁部亚于三年前 造成678人死亡 与小邻村灭村的莫拉克台风 台风再加上西南气流 这种加成的效应 可能下雨会非常的明显 泰力是由菲律宾命名 原意是刀刃 2005年 鸿鸣的强烈台风泰力 从花莲登陆 造成三死 这次泰力从西南方登陆 直扑没有屏障的迦南平原 网友戏称 像立刃 刺进台湾心脏地带 可能一刀斃命 泰力的行径路线 和1986年中台韦恩 从南海北上类似 而昨天东海岸受鼓超影响 已出现大浪 花莲港堤防 甚至一度卷起10米高巨浪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 昨天已开设 启动入山及预感管制 呼吁民众随时注意台风动态 及相关停班停课 或撤离讯息 动物新闻 综合报道